有个梅奥人在交流 当时在欧阳和我搬球结束 因为第一节开始的时候让我去防那个江玉行 然后之前有些没防好 他技术这点 然后之前没有那个有点流号 然后之后就是询问OJ 因为一般都是OJ防 然后询问他应该去怎么防 怎么去针对他去布置防守 今天第二节比较关键和OJ 给组织带来很多的帮助 是不是等于跟他之间的化学反应呢 没错 他直到今天打的对面队是拳花板 所以说他刚才没有机会打全场 所以说一直都在后面去热神 他一直都在准备好 那今天其实竞工效果还挺好的 是不是你之前练的了 我吗 还行 有些球该进没进 要是难受 那自己怎么就来准备 这慢成功 就是利用球赛期去总结第一阶段的不足 然后强化自己的优点 然后结合 就这些吧 然后第二阶段其实慢慢去寻找自己的不足 去把自己弄得更全面一点 对 你第一阶段后面就好像稍微迷失一小段 现在回来的时候就跳上过来了 对 因为有时候就是不可能一直都顺稳 对 然后就是看自己去如何去度过这个低谷 然后去慢慢去变好 对 对 但是来说 对 这样